衝台或者再到对冲对拉 那么我们感觉呢 欧洲运动员呢 无论从气势上 从力量上 应该说比我们呢 从这场上来看 应该比我们要大 因为王浩呢 毕竟他这个 从自从雅典奥运会以后 那有很多问题的 暴露的比较明显 其中很重要一点呢 就是力量轻 正传手啊 这个对拉对冲啊 应该说他力量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 就是体现出那个 像柳成敏啊 这种绝杀的程度啊 像欧洲一些运动员 那个大力的 所以他呢 威胁就相对减少 就像世界比赛 48届试平赛 他输给梅兹 主要输在打高球上 这个在中国运动员 应该说 以前还是少变的 因为高球 高球就是机会球 而且是个特别好的机会球 你打高球打丢 就说明我们有问题 就是应该说力量 还要继续加强 这次呢 在世界杯的比赛里边 我们看到 16名选手中 中国运动员呢 是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是有三个人进入世界杯的比赛 那么现在呢 王立琪呢 已经被排斥在 前四名之外 那么接着就希望 我们寄托在 那个王浩和马林的身上 在全员会比赛后呢 这个刘国梁对王浩的评价 是这样 他认为呢 这场球 他跟王立琴打输到这个程度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而且感到呢 王浩这个错误呢 是不能原谅的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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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球 这就是看出 他这个沙球这个力量 就是远远和超预流 的力量呢 就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赛福说明啊 对这个王浩也进行 很深的研究 他知道王浩在 48届视频赛是输给了梅姿 所以这样的话呢 当时呢 王浩也是打高球方面 出现了问题 所以今天他 故意的 在被动的时候 就改用了这种高球 漂亮 现在这个指板横拉虽然说在力量方面 他在相持能力方面还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突然性是非常强的 而且作为王浩来讲呢 能够第一个把指板横拉 用到这么好 而且能够把这个水平带入到世界超一流的水平中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 非常大的难度 那在这一点呢 王浩应该说对势力乒乓球的技术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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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势力乓球的技术 那现在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人们一直说的说世界打中国 就是由于中国这个实力比较强 所以呢 优秀运动员比较多比较集中 在训练中呢 往往呢就解决了这个对手弱的问题 但是像比利时 你像只有赛福啊 像德国的波尔啊 像这个希腊的格林卡啊 像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包括像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台北的庄志愿 那么这样呢 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 有一两个强的啊 所以这样训练起来就难 因此呢 就我们也在世锦赛前 向大家介绍了 就是韩国和这个德国 包括欧洲啊 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就是希望呢 运动员呢 能够集中训练 把欧洲的选手啊 集中起来 那么跟韩国呢 也有这个这种交叉的 这种训练目的呢 那也是能够 希望增强练习的对手 这个从形势上来讲呢 也可以说呢 是实际上形成了这种 这个世界打中国的局面 所以对中国运动员的压力呢 就非常大 那我们的优势就是快 零变 所以还要充分发挥 我们的优势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6 王浩领先2分 6比8 赛福的数字还是比较多的 是 那这球 在它鼎盛的时候呢 稍微好一点 这个无畏失误 我们叫无畏失误了 就是球有时候稍微粗糙一点 就是不够精细 不该丢的球 你现在十一分之 你不该丢的球 你糊里糊涂丢了两分 那你这影响就相当大 那这样 王浩呢 就以11比6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 这样双方在前四局就打成了2比2 小型模教练 您觉得这个王浩现在在哪方面还应该加强 看了王浩这两局比线呢 我想你王浩应该像昨天马林队哥林卡那场球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对待这种欧洲两边拉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们纸板呢 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手腕的力量 主要是发球接发球的优势 那么你到推到中台以后 特别是王浩本身他还不像马林 这力量比较大 他本身力量就偏轻 那赛夫这些呢都属于中远台的比较娴熟的选手 因为在欧洲他们成天就是练两面中远台对拉对冲啊 这个相持啊 所以说尽量不要去走到相持是最好的 就像昨天马林一样 这争取都在前三板吧问题解决 那就充分发挥了我们的这个手腕的灵活 台内球的多变和速度 在看刚才我们可以看他就发球以后用反手 很快拉这样的话 对赛夫他是很不适应的 就尽量争取在前三板吧问题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呢 再进入相持 应该好一点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现在前面的四局打成了2比2 准备 十五 可以从赛夫来看呢 他现在的问题是应变不够 那这个节奏一个变化 落点一变化 他的失误率就明显增加 所以王浩呢 还是避免跟他拉开阵地站 那像小时导讲的 就是应该立足呢 在前三板解决问题 另外呢 加强一些变化 造成了更多的失误 这下球看准上弦 或者不转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挑 或者拨打 这样好一些 2比3